哈喽大家好,我是皮特,欢迎回来,见过开心吗? 今年新西兰似乎又入夏失败了 已经12月了,还常常是阴雨天 不过呢,这也不会妨碍新西兰人来迎接他们的圣诞节 每年11月的春夏旬开始呢 奥克兰的各个地方就会开始圣诞节的装饰了 不管是在公用场所还是在各个居民区 你都可以在奥克兰感受到各种各样的圣诞节的氛围 那今天就和大家一起去看一看 就感受一下奥克兰的圣诞氛围吧 这是我常去的Pack and Safe大黄超市 它在12月初的时候呢 就早早地摆上了圣诞树和这些小装饰了 那这里是奥克兰最市中心 Bretel Mart这儿的Commercial Bay 它也是在到圣诞节的时候 就会把这几个圆球每次就会摆出来 大家可以看到它真的是很巨大 然后这个中间搭了一个类似凉亭的地方 上面也摆放了一些圣诞元素的五颜六色的东西 地上呢也是有反正就五颜六色的挺圣诞的 这个是我去年没有看到的新摆出来的东西 它也是红红绿绿的 就为这个Commercial Bay的圣诞气氛增加了一点元素吧 那这里呢 就是我在奥克兰市中心的皇后街随手拍到的一些挂在树上的小装饰灯管 有没有很多吧 就是一排路上几棵树这样挂了一下 开始就会有那个氛围感在了 那说到圣诞氛围肯定也少不了奥克兰的地标天空城啊 它在塔底也摆上了这个金色圣诞树 然后这个球 我不知道这个球是什么东西 我看很多圣诞树上都会挂 有知道的小伙伴可以在下面留言 或者在弹幕里告诉我 那天空城的室内也摆上了这么一颗金灿灿的圣诞树 这里还有两颗小圣诞树和圣诞老人的雪地桥 居民区里面呢 也早早地摆上了圣诞老人来迎接这个圣诞了 现在拍的呢 都是我们家附近的小区里的一些居民 他们在自己的院子里 或者是房子前面做的一些圣诞装饰 都还蛮漂亮的 不过天还没有特别黑 因为到了夏天 新西兰天黑的特别晚 要到九点半以后天才会完全黑 但是我又不想那么晚再出来拍 所以大家就将就着在天还比较亮的时候 看一看吧 他们都还对这个圣诞节蛮上心的 就里里外外 不是每一户都会布置啊 但是有很多家庭都是会很早的就把这些东西摆出来 那在我一边逛一边拍的时候呢 还有一些家庭正在网上挂东西 我想到了12月底 然后到了天完全黑了的晚上以后呢 这个小区走在路上应该会非常非常的漂亮 就很有这个过大劫的气氛了 除了我刚刚展示的这一些呢 位于Honsonby的Franklin Road才是奥克兰最有名的圣诞装饰的街区 除了这个街区原有的居民 奥克兰很多地方的人 甚至包括外地的外国的游客 也都会在圣诞节期间各地来到这里去观看他们的装饰 这个传统开始于1993年 所以今年刚好是他们的30周年 一些新闻媒体还特意去采访了这个街道的居民哦 那由于我实在是住的有点远 就在网上找了一些图片给你们看了 大家看这些图片 新西兰的各个城市每年到了圣诞鞋都肯定要游行一番了 不仅是各大城市市中心要来一个大游行 每一个社区也会有大大小小的各种游行 不过他每年游行的内容都是大同小异 所以我除了刚来的那几年有去看过几次之外呢 后面就没有再去了 不过还是推荐刚来的朋友可以去凑凑热闹 那除了这些人为的装饰以外 新西兰的大自然也会在每年的这个时候 通过自己的方式来提醒人们圣诞节要来了 每年11月中下旬的时候 新西兰独有的Purukawa树就开始开花了 一般到12月底的时候就是它开的最盛的时候 因为这个树的开花时间 再加上它颜色开完花红红绿绿的 就很契合圣诞的氛围嘛 所以新西兰人也把它称作新西兰的圣诞树 那我自己觉得奥克兰圣诞树开花 最好看的地方就是莎士比亚公园的莎士比亚沙滩了 这里有一大片一大片的圣诞树开满花 还真的挺美的 本地人呢也时常喜欢会到这个地方烧烤了 野餐什么的就还蛮惬意的 那今天的圣诞节氛围就先看到这里了 不知道在看视频的你的那一边 圣诞节的气氛烘托到哪里了呢 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们吧 那Peter也在这里祝大家圣诞快乐 新年快乐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 千万不要忘记点赞,转发,分享给更多朋友看到哦 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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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